派人徐大爷是一个独居老人 在买菜途中偶遇了一个主动搭讪 打听租房的妇女傅某 聊天中呢 傅某得知徐大爷一个人住 平时没人照顾 便趁机自建 自己曾经是保姆 可以做老伴来照顾他 就这样两人一起回了家 到家后呢 傅某一边殷勤地表现出 照顾老人的意愿 一边向徐大爷哭诉 需要四万元钱补交社保 徐大爷信以为真 便答应一同前往银行取钱 可是拿到四万元钱后 傅某就消失了 报案以后公安机关就调取 这个监控视频 然后发现其实这个傅某 他就是一个惯犯 以前也有多次这种 就是专门欺骗老年人的 这种前科 据了解傅某作案目标 多为独居男性老年人 曾经多次用自建当保姆 陪伴作为借口 骗取独居老人的信任 趁机谋取钱财 目前傅某以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三个月 今年也是我们全国上下一个 专门养老诈骗的一个 整治行动开始打响了 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 老年人要多关注一下 我们的社会新闻 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 而近日武汉的王老伯 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 武汉工人村派出所 接到王老伯报警称 自己放在家里的4000元现金 被偷了 发现门窗也没有被盗的痕迹 然后家里面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特别大的那种翻动 然后他再给我们反映 就说的话 有一个陌生的女的 在路边找她 就说需不需要保姆 因为确实独居老人 想的话找个保姆 方便一些 然后就把那个女的 带到家里去了 经过简单的沟通适用 这名60多岁的女子 就离开了王爹爹家 但她接下来的举动 让民警产生了怀疑 民警还发现 该女子于4月底 盗窃另一位老人 5200元的嫌疑人 是同一个 上一位受害者家的监控 拍下了该女子 在其卧室盗取钱财的一幕 经过审讯 嫌疑人贵某交代 其经常在地铁站附近 以找保姆工作为由 专门寻找独自出行的老伯下手 目前犯罪嫌疑人 贵某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老人如需家政服务 一定要去正规的公司办理 做好人员甄别 对于这种街头主动搭讪的情况 要保持警惕 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际 愿你虔诚自己归来 人是少年 加油 5月25日山东济南 一张毕业照引发了网友关注 这张特殊的毕业照里 有九位老师 而学生却只有一个 视频发布者称 这个班就他一人 网友们都惊呆了 纷纷猜测这是什么专业 有人称是小班教学 有人还猜这是考古专业 当得知这是早教专业后 网友佩服不已 我建立的是早教真是 我建立的是早教学 因为当地会议员